本會嚴格,我們請蔡新民弟兄 首先感謝天上的真神,還有來與會歷臨的長職傳道負責人,所有的諸位弟兄姐妹 家平教會是從和平教會所分設的 那家平教會這地方,和平旅這地方,在35年這地方,開始福音傳揚 當時才用茅草屋來蓋設的 不到幾年,信徒越來越多 教會到25歲 已經超過了500名了 負責人所有信徒來召開會議 但願說一個部落就一個教會 在60年 4月16日 成立了八邊教會 當時信徒分設到八邊教會呢,有172名 今晚我會參與,我會參與 11年9月31日 隔年61年12月31日的時候 設立了園兵教會 設立了園兵教會 分出的信徒呢,有124名 分出的信徒呢,有124名 教會 那時候命名為家平橋 在今年的1月1日呢,改為家平教會 家平橋 家平橋原本是在底下有一座橋 現在呢,馬路在上面已經沒有橋 所以改為家平教會 成立這個教會 沒有設計的 當時沈正縣,沈長老呢 當時沈正縣,沈長老呢 當沈長老是當傳道 他說啊,我們要蓋教會 要往南,往東呢,還是怎麼樣 他說啊,我們要蓋教會 那時候沈長老計畫說 這個面啊,希望能夠 往這個城市 那時候,我們要蓋教會 所以啊,沈長老計畫說 這個面啊,希望能夠 往這個山仙台這個地方 比較好 如果我們釣魚啦,或是啊 去補這個漁苗呢,可能會比較多 以前呢,沒有什麼設計圖 他說要這樣,這樣就蓋設了 這個就是家平教會啊,建蓋的過程 蓋到中間的時候 當時中東呢,動亂 那時候我們阿末都 加一倍了,我們賀阿材啦 不管是水泥,鋼筋呢,都加一倍啦 這個好,還沒有蓋好呢,這個錢就不足啦 這個好,還沒有蓋好呢,這個錢就不足啦 剩下一些零錢啦 啊,感謝祖,和平裏的四個教會呢,非常的團結 感謝祖,和平裏的四個教會呢,非常的團結 我們教會啊,蓋設大概五個月的時間在停工 四個四所教會,大家來同心合意 從八邊啊,和平,營兵,還有家平教會 從八邊啊,和平,營兵,還有家平教會 他說我們自己蓋設 這些師父呢,沒有給他工錢 不管是石子啊,這沙子呢,直接用斑的 現堂呢,是在六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當時啊,總工價的工程費呢,是三十二萬七千元 這個教會呢,在五年前 那個時候我們教會啊,二十五年 在和平呢,二十五年呢,在分社這個家平教會 啊,這個,家平教會在二十五年的時候 哎,好像要分社呢,這個教會 在哪裡? 啊,就是分社了,到南港去了 啊,也不是說,純粹是我們的分社的地方 大概有一百名啊,啊,這個信徒在那個地方呢 啊,已經呢,把會籍呢,在那個地方 啊,所以啊,從教務啊,總務啊,財務啊,大部分呢,都是我們家平教會的 家平的信徒,不管是在中部,或是基隆,或是在南部呢,這個地方啊,如洲啊,也有很多家平教會的信徒 啊,今天非常的感謝 啊,我們信徒,沒有這樣超過七百名的信徒 啊,我們信徒,沒有這樣超過七百名的信徒 啊,我們信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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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一切榮耀尊貴歸於天上的真神 願平安恩典領到我們每一位諸位弟兄姐妹 簡單來報告嚴格 哈利路亞 非常感謝蔡弟兄的教會的嚴格的報告 謝謝